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這一節就有些比較有趣的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話說在今天下午的時份 超過一百名的藍絲去了灣仔港灣道的花園 出席了一個叫做愛國護港大集會的活動 很大型 過百名的人士 這次他們的目的是什麼呢? 集會的目的是認為區議會選舉當中 出現了很多不公平的情況 這個選舉結果就不能夠反映到真實的民意 這樣也挺有趣的 投完票都說反映不到民意 不如不要投票 他們在集會期間 原來很多記者被人包圍、紙罵 當中有些還是他們藍絲自己有些好笑 這就是令人很懷疑 到底這群出席的人士是香港人還是非香港人呢? 根據端傳媒的報導 他就說當時被20名集會人士包圍 部分人是說普通話的 到底這群是什麼人呢? 大家真心照吧 而且這群人就要求記者交出相機和手機給他們去查看 這個比較奇怪 一般的黃絲就是不喜歡別人拍大頭 就是叫那些市民 一般都是藍絲、搞事的人 才叫他們不准拍照 他現在是不讓記者拍的 比較奇怪 記者就有新聞採訪的權利 你又不讓記者拍的 四個字就叫東師校貧 有樣學樣大就學錯了 而且根據多篇綜合的報導說 首先有一件事就是 除了端傳媒的記者以外 就是HK01和TVB的記者被人包圍 那件事是什麼事呢? 在活動當中 就有一個男人 被其他的藍絲包圍 HK01的記者見狀 當然馬上就衝過去採訪 拍照你們這些人到底發生什麼事 然後那些藍絲就立即圍堵HK01的記者 先圍著他 然後那些記者 很糟糕了 很糟糕了 這些藍絲也不是人敢品的 很野蠻的 立即拿出記者證 我是記者來的 HK01自己有 然後那些人還在懷疑 到底你是否那個人的同黨 是不是假記者 就立即一群人圍著他 在那裡大罵 黑記黑記 這樣罵 然後幾名的大媽 走過來推 推了 推了記者 後來就有一個無線電視TVB的記者 立即走過來協助解圍 怎麼知道被人圍了一份 幸好在這個時候 集會的負責人看到這個情況 而想認得當中的一個記者 立即就跟那些在場藍絲說 這個記者來的 不要動了 不要動了 之後就幫他解釋了 至於第二壇 就是一個浸大學生的記者 這個記者就慘了 是不是 被那些集會的人士 一直不斷摸 摸腹摸腳 其中一個中坑 竟然從後 就踢向這個學生記者的腳步 一腳踢過去 你知道 上五吋下五吋的位置 踢下去幾位傷痛才行 之後那個學生 立即失平衡 跌倒了 然後還有一些科大學生報的記者 拍到 有人用硬襪來襲擊他的頭部 這些人很粗暴 你也是打記者的 這些是打記者 你不要不承認 對不對 最後一個 這個就是比較好笑 關於大公報的攝記 都被人圍了一份 然後包圍他的時候 竟然罵他什麼 黑記 蟑螂 暴徒 那些是大公報的攝影記者 然後他們高舉了什麼字句 我們討厭假新聞 那些HK01TVB和大公 都是你的自己人 請他們 我不知道是不是大陸人 或者是香港人 如果是香港人沒理由不知道 這個大公報是 即是深藍深紅 即是 其實你去集會之前 先搞清楚香港的傳媒生態 到底哪些是自己人 不要圍錯人 然後罵錯人 是不是 這些 可以說很沒有職業道德 至於這個集會 他們在這裡說什麼內容呢 第一件事當然就是 繼續來哭這個選舉桑 是不是 繼續在這裡 輸不起賴地硬 這些完全是輸打贏要的 他們其中說的一件事 就是要求發動聯署在建制派當中 就說要對於這個選舉重新點票 老實說這件事是沒用的 點一百次票也好 那些票是已經塵埃落定的 是不是 就算有這個機制 何況沒有 就算有這個機制給你點票 又如何呢 你是不是賭神 你是不是單眼佬 不斷擲牌擲票 就可以由二號擲到一號 這件事是不可行的 輸了來說 你又要痛定思痛 準備下一場的選舉 正如民建聯的前主席曾鈺成說 對不對 就是要有這個反思才行 不是一味在抵賴 當然這件事我們也要明白 因為建制派在選前 報導他們的民意基礎太大 他們為了要達成 所謂止暴制亂的心緣 就說到自己真真正正是沉默的大多數 只不過現在那些人是沒有站出來的 然後他們用了很多招式來谷票 例如封鎖這個套路港公路 或者封鎖這個紅磡隧道 意圖製造一些不方便 然後迫使市民 由黃轉到藍 那些方便 結果這些招數 隨著圍攻理大和中大這兩契 完全失敗了 沒有市民 沒有市民中計 結果他們這個所謂沉默的大多數的神話 這個信仰就幻滅了 那麼一個人的信仰幻滅 比如說你信一個宗教 原來你信到最後 別人告訴你那個教是假的 很多邪教都是這樣 那些人會怎樣 就是精神的問題 水亂 這些情況又很類似 你的選舉後遺症 輸到現在兩三個星期 都還未好得回 然後又賴這個選舉不公平 又說有舞弊的情況 最好笑的是他們說有舞弊的情況 但是當被記者問到他哪些票站有舞弊 他說是證據確鑿的 然後這個搞活動的香港政研會主席鄧德成就說 暫時未能夠透露 因為部分候選人打算在一兩個星期內 提出選舉程序 將會涉及到法律程序 怎麼會不說 如果你認為有些票站有舞弊的情況 而且是證據確鑿 你應該敲鑼打鼓向全世界公佈 他怎樣選舉舞弊 怎樣出貓 不是因為他 你現在就說 因為要提交選舉程序 所以不能說 這些根本上全部都是藉口 等同建制派的立法會議員 經常在立法會發言 就說有街坊跟我說 我每天都收到市民的投訴 你先拿出來給人看看 有沒有實質證據 不要只在這裡大隻講大隻催 永遠就是這樣 有證據確鑿的東西 你就拿出來交代 讓大家一起笑一下 看看 欣賞一下 第二件事就是撐警 包括華記正能量的主持 華記 楊觀華 還有石房友等等 上台說話 這些撐警 不太多說 因為都是那些三福氣 第三件事就是罵 示威者被洗腦 而愛港之聲的召集人高達斌 還說到很多大學教授都是幫兇 其實這種理論真的在建制派或藍絲當中 經常流傳 根本上就是一個極度荒謬的論點 老實說 那些學生或者示威者被人洗腦 正正就是因為他們沒有被人洗腦 正正就是因為你這個國民教育通過不了 沒有辦法通過教育制度來向這些學生埋手 叫他們或者逼使他們愛國 逼使他們接受你所謂的民族主義 逼使他們接受所謂的家國情懷 他們才有一個空間出來反抗 如果他們被人洗腦的神組就收了檔 對不對 你為什麼三番四次經常抵賴這個教育制度 經常扣頂港獨和反中反華的帽子給那些教師 就說他們帶隊 逼那些學生去參加非法集會 或者在課堂當中宣揚那些反中反華港獨的信息 有沒有這些教師才行 那些教師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 夠不夠力這樣做才行 一個月才行 不怕被人刺灰嗎 那個說髒話的 那個黃色黃絲的教師都被人割了 對不對 有沒有教師夠膽這樣做 對不對 有些藍絲的學生 比如說那些是景二代的 那些錄音怎麼辦 他不就死了 不要經常打這些稻草人 基本上已經很潔淨了 在校園裡頭 在課堂裡頭 除非你封網 封網 那些人全部看不到 你不要經常抵賴 賴個學校 是沒有用的 這些是稻草人 好了 這裡還說大學教授幫兇 大學教授說真的六七批東西起來 那些人會不會真的做這些事情 對不對 全部都是藍血人 不燒到自己那一疊都不會出聲 對不對 你竟然還說大學教授幫兇 大學教授就已經是 所謂中立都不得了 對不對 這樣也有得賴 左賴右賴 其實就沒得賴 因為你們 接受不了選舉的結果 其實就是 當然你們不會承認 但是你現在不停地找一些人 來做這個所謂代罪羔羊 但是告訴你 是沒用的 一個真正的藍絲 如果他有看香港自由世界的新聞的話 就不會接受得到你們說這一套的言論 擺明就是混乱的 好了 再講一下明天 就是這個128的大遊行 民陣搞的 那就是自從721之後 第一次發了這個不反對通知書 因為其實818那次 他都是流水式集會 那個就不是一個真正的遊行 這次就是了 我估計都會創了近三四個月以來的高峰 那個人數是 我估計是超過一百萬人會去的 你看到政府也非常重視 他為什麼這麼重視呢 因為他就是想分化和理非和勇武派 這個企圖實在太明顯了 在過往這麼多次賣了廣告 甚至乎林鄭開口也不知道說過多少次 就要求和所謂暴力割席 其實就不是要求你和暴力割席 因為全香港的市民已經和警察暴力割席 他其實就是想叫市民和勇武派割席 就這麼簡單 然後賣廣告 什麼愛比暴力強 就是這些垃圾廣告 是不是 不停落藥 然後政府新聞處出了一個稿 就是講明天的遊行 就說什麼 就說任何暴力違法行為 都是和世界人權宣言的精神相違背 就是又是陳康濫調 又是三副屁 又是人肉錄音機 就是要求市民和勇武派割席 但是市民來講一而再 從區選的結果 或者從民調的調查結果 就已經告訴你 和勇不分 基本上已經是鐵板一塊 這次市民真的做到了 如果市民做不到 又在和理非和勇武派互屌互插 就重度覆設 就是2014年的時候 與勇武派就是這樣散 你又屌下我我屌下你 你屌來屌去就散了 現在不是 現在就是和勇不分 真正做到不分化和不割席 那政府就在那裡騰 我也沒見過 遊行之前就發新聞稿 煞有介事地叫別人和平去遊行 又說要暴力行為如何如何如何 鄧炳強又說一次 這些新聞處又發稿件說一次 要不要說這麼多次才行 和勇不分就已經成為了既定的事實 要求市民去割席 難吧 總之大家如果明天是遊行的 就要千萬小心 好了這一節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